疑似急着让宝宝送医 BMW直接撞破大门进后诊室 一辆BMW在上周六 直接撞进了医院的后诊间 差点撞了现场一位女性和她的两个小孩 妈妈抱着幼儿 这辆车就这样撞破大门 让她和两个孩子滑行了好一阵子后 跌落在地上 不幸的是 后排睡着的男子手当其冲 被往后推后 撞到翻了过去 还被车子给卡住 后来一名男子从副驾驶座下车 令人惊讶的是 他看起来很平静 手中还抱着一个宝宝 这段画面在中国社群媒体上广传 网友推测 男子可能是急着送宝宝去医院 目前事故发生的地点仍不清楚 造成事故的原因也尚未厘清